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12号下午在嘉义进行台湾的最后一场演出 连续三年观看神韵的专业歌唱评审老师蔡冰冰是赞不绝口 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错过神韵这么精彩绝伦的演出 连续三年观看神韵的专业歌唱评审老师蔡冰冰说 每次看完演出都让她回味无穷 所以每年都要来看 蔡冰冰表示二胡悠扬的旋律令她感到陶醉 女高音歌唱家的演唱更让她为之震撼 感觉很震撼 我没有想到她的肺活量跟她的专业 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太好看了 建设公司董事长李腾宪夫妇 觉得下次要把全家人都带来 我会很希望说可以下次再带其他小朋友来看 其实我觉得说那是一个正能量的磁场 神韵晚会再次倾倒台湾中南部各界主流 演出传递善的能量感动无数观众 新潮人野太电视张又明 陈毅文 台湾嘉义采访报导 新潮人野太电视墙 מע了